AI绘图软体真的好棒 我们就算是小白 也可以用Meet the Journey Dolly E2这些软体 能够画出非常棒的图 但是您知道吗 这些图全部都没有版权 也没有专利 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悸律师和郑平医师王力慧 又到了我们每个月第二个周三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从判决看人类 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是 美国司法AI篇 也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有约科学家Steven Saylor 开发了一款软体叫DABUS 然后DABUS有两个图 一个是饮料价 一个是信号灯 Steven Saylor这个科学家 就拿着这两幅图 要去申请版权 并且他宣布说 他开发出来的这个软体DABUS 非常的棒 完全就是DABUS这个软体 自己创作出来的图片 他本人完全没有干预 这一次的创作 所以他说 他要把发明人登记为DABUS 这个AI软体 那结果呢 在2019年的时候 他先申请版权 也就是向美国的 著作权局申请 就被驳回 然后呢 2022年的时候 他不死心 他又向美国的 专利局和商标局 来申请专利 又被驳回 然后呢 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 他就去告 告这个专利局 结果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判他败诉 因为他说呢 我们专利保护的呢 就是individual 这个individual呢 绝对指的就是人 不可能是一个AI软体 然后他又去告美国的著作权局 在2023年的时候 他又败诉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特别的讲到1976年版的著作权法 著作一定要是保护人的创意 只要你的作品一做出来 符合某一些程度的要件 就算你还没有跟著作权局去登记 你也已经受到版权的保护了 要去保护著作权 就是因为呢 这个作品是你做出来的 他就有排他性 别人不能侵犯你的版权 那我们借由这样子的方法 来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来创作 那么dubs一个AI软体 他根本不是人类 所以呢 他不值得保护 他不应该享有著作权 所以他就被驳回 但是呢 Seller他还会继续在上诉 那Seller他在美国呢 鲨鱼而归之后呢 他到全世界各地去申请 他申请了澳洲啊 欧盟啊 德国啊 加拿大 甚至连台湾他都来 那么他在台湾申请专利的时候呢 台湾的审判长是这样子问他的 他说 你说这个发明人是dubs 那么你是被他委任吗 他说对 dubs呢 委任我来替他进行诉讼 那么审判长就问他说 谁可以当成诉讼的当事人 然后他就说 法人还有自然人都可以啊 都可以来成为诉讼的当事人啊 然后审判长就问他说 那么dubs是人吗 他如何能够委任你来代替他诉讼呢 台湾是以程序不合来驳回了他申请专利的事情 就是让他败诉 我们没有特别的去牵涉到说一个AI软体到底能不能够做一个发明人 光是就是讲说一个AI软体如何能够委托你来诉讼 他就败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过往啊1884年的时候 那个案子也是非常的有名 就是当时啊 美国的宪法 他所谓的著作权啊 是针对于文字的创作 保护作者或者是著作 那因为在过往19世期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太多的照片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保护文字啊 保护著作啊都是很合理的 但是呢1884年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摄影家 他呢拍了一个很好的照片 然后结果就被一个出版社就随便就拿去用 那他就开始告 然后告到后来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就真的认为说 嗯没错 这个照片虽然不是文字 那么他也不是什么著作 因为他也不是一本书嘛 但是呢 他只是透过一个照相机这个机器啊 传达了这个摄影师本身的概念 所以呢光线要怎么样的取 然后洗照片的时候 颜色要怎么样的加 然后这个取景的角度要怎么样的调整 全部都是这个摄影师他本身的创意 跟他的思想去借着一个照相机表示出来而已 所以是值得保护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在过往我们只保护书 只保护文字 还有写文字的作者 我们是没有保护照片的 但在1884年之后照片就被保护了 但现在我们回归到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到底AI生成的图片是不是完全都是这个下指令的 这个人他的整体概念的呈现呢 我们可以讲确实不是 比如说不管是Meter Journey啊 不管是Dolly E2啊 或者是甚至现在根本就有生成是AI啊 甚至像Copilot还会自己写程式啊 你觉得他只是把他的下指令的主人的概念做一个表达吗 或者是呢 主人给的概念其实非常小 而这个AI软体他本身发挥的非常大 因此呢 在过往的保护里面都是认为呢 你要先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然后透过一些工具或是透过一些机械帮你呈现出来 没有问题 因为呢 我们要保护的是人类你的创意 但是现在我们的AI软体啊 他们的创意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概念 你给他一啊 他发挥成了十了 如果这个情况不保护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年呢 美国就要开始进行有关于AI软体生成图片和AI软体发明物 这一些的听证会 或者过往这样的一个立法理由去评判的话呢 会有很多很伟大的发明都没有专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有一些药物 已经不是科学家可以想象的出来的 当他们把指令下下去之后呢 这些AI的程式会可以设计跟跑出完全新的药物分子出来 如果呢 这些药物分子都不能够申请专利的话 你觉得药厂的损失会有多大 那么我们再回到 Steven Saylor 的这个案子 因为他一开始呢 就是想要去宣传他自己开发出来的这个软体 Dubus 非常的棒 所以他就一再的宣称他自己完全没有介入 如果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Dubus 只是我自己的创意的执行者的话 那么他今天呢就可以把他自己申请为发明人 可是Steven Saylor 他是一再的要把 Dubus 这个软体把它登记为发明人 所以就卡拍卡在这里 但是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 Steven Saylor 还是终于赢了一局 就是这件事发生在澳洲 澳洲的联邦法院最后是认定 Dubus 所创造的饮料价和信号灯 可以把Dubus 直接列为发明人 是在AI制图的这个历程当中呢 真的是在人类的专利局上面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在澳洲 Dubus 这个AI软体是被承认为一个发明人 那么各位觉得 AI生成软体 如果做出图片跟产物 您觉得需不需要被保护 有版权 而且有专利呢 请把您的意见也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分享